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星期五的早上 休息顿的某些地区会经历下雨的情形 并且还有风速 有些地方是每小时55英里 所以说非常强劲的风势 那么在下午呢 也会经历部分局部性震雨的情形 而今天全天的气温并不是那么寒冷 最低气温也都在华氏50多度以上 那么到了星期天 下雨的机会将会明显的更加为重 那么过了星期天之后 下一轮的冷风又到达了休斯顿 好 看一下有关最新COVID-19疫苗的事情 那么美国的卫生部部长Peter Holtz Dr. Peter Holtz他表示呢 现在有许多人关心说 是否会因为对COVID-19的过敏情形产生 反而会更加的危险 那么他对这一个质问 表示这个疫苗是一个十分安全的疫苗 95%的有效率 那么对他敏感的人是非常的少 那么这一次讲到说敏感的情形呢 当然讲到的是剧烈的敏感或是显著的敏感情形 甚至对生命有危险 他表示这种情形不能说完全的杜绝 但是是非常的罕见 那么在德州方面估计下个星期一或是星期二 将会收到他们这个疫苗的运输 那么从下个星期开始 将会有应该是第一线的医疗以及救助人员 首先施打 然后呢就会轮到年纪大的长者 或是本身在健康方面和自身免疫系统方面 有严重缺陷的人 如果要轮到像是所谓一般普通大众的施打呢 专家估计可能要等到明年的四五月份之后 甚至可能会到暑假的时候 summer的时候才会开始 好看一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个amazon 因为大家都不太愿意出门买东西了 那么amazon或是任何的这个邮寄包裹呢 每一次都有可能遭到萧小的偷窃 那么曾经被萧小偷窃过包裹的这些居民呢 对这些萧小也是束手无策 似乎他们永远就在你不在的时候 在那里等待伺候 那么现在修士顿Harris County警察局 他们表示他们为因应要如何逮捕这些偷包裹的萧小呢 他们使用了一些假的包裹 在这些包裹当中有他们的这个跟踪器 那么一旦萧小将这一个假包裹偷走的时候 在附近的警察就会收到无线电的讯号 因此可以人赃俱获啊 所以说可以逮个正着 那么警方也说 如果您需要这样子的服务 居住在Harris County里面的居民 曾经有这个萧小在您的阳台前面 或是您的家门前线把您的包裹偷走的话 可以以713-221-600 713-221-6000号 这一个号码和Harris County警察局联络 好那么将近有一年的现象学习啊 我记得是从今年三月份就开始 那么现在德州教育局表示呢 STARTEST已经上次已经说过 将不会成为防止学生晋级 或是到下一个年级的门槛 但是呢 他们还是会让学校给STARTEST 在可能是明年春季的时候 但是呢 这些STARTEST的结果将会给学校老师 还有家长们 看一下他们的子弟的表现 来做以日后教学的调整 也就是说 虽然STARTEST不会让学生因为不及格而留级 但是STARTEST的结果呢 还是可以帮助学校和老师 甚至家长在衡量子弟学习程度的一个工具 另外教育局也说 由于这一次许多学校都是使用线上教学 因此每年对学校的成绩单 这个不是对学生了 是对各个德州内的学校成绩单的这一个rating呢 将会在今年先暂时不使用 所以说学校的rating 在今年将会没有 好再看一下 现在是警察以及美国的这个军火贩售局啊 正在关切发生在休士顿东南区 也就是前天晚上在一家这个档铺中的偷窃 那么可以看到录像带里面 档铺中有两名男子年纪为17到25岁 闯入档铺之后呢 总共偷走了83个武器 可能83步枪 所以说是非常的可观 那么现在能够希望找到这两人的身份之外呢 也放出了悬赏 这个悬赏是一万两千五百元 所以说是非常一笔高额的悬赏 能够将这两人逮捕 好的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 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里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